还记得这位女孩吗 她的名字叫舒莉·克鲁斯 听到克鲁斯这个家族姓氏 你应该联想到了 她就是汤姆·克鲁斯 与前妻凯蒂·赫尔姆斯 唯一一个亲生的女儿 阿汤哥还有另外一对儿女 分别是康纳·克鲁斯 与伊莎贝拉珍·克鲁斯 但都是养子 而汤姆给女儿所起的名 舒莉 在希伯来文里就是公主的意思 可以想象得到 舒莉是多么受到汤姆·克鲁斯的宠爱 因为有这么一位超级明星爸爸 舒莉从小就生活在眉光灯底下 可以说这几年 狗仔给舒莉的街拍 都可以做成几本写真集了 小时候舒莉可是几千万宠爱余生 才出生几个月 阿汤哥就带着她 在名利场杂志封面亮相 外出时总是抱着她 舒莉基本上是不用走路的 不像其他小孩 从小她的穿搭 就是非常讲究的 在舒莉身上的名牌 每天都不一样 五岁时脚上的金色尔Roger Viver 就是花了几千美金 特别为她定制的 她母没有什么坏习惯 工作又认真 这样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 是别人好几辈子都赚不到的 一家三口 无疑是娱乐圈中标准的甜蜜典范 而阿汤哥无论去到哪里 也总带着小舒莉 她会带着女儿参加凯蒂的长跑比赛 一起滑冰 一起去游乐园 小舒莉和爸爸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很多街拍照都是和爸爸在一起 汤姆举手投足间 都是对女儿满满的爱意 就连自己的手 也愿意让女儿涂上绿色的指甲油 在2006年的采访中 阿汤哥曾说 当父亲是她一生的梦想 给孩子再多的爱也不嫌多 这位备受宠爱的小公主 就是汤姆克鲁斯快乐全员 然而2013年 事情有了转折 让人不禁怀疑 之前看到的汤姆 跟现在的汤姆是同一个人吗 就在舒莉7岁的这张照片后 汤姆与女儿 就再也没有一张合影了 2021年4月18日 也就是今年 是舒莉15岁生日 汤姆并没有在女儿的生日出现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舒莉失望地度过自己的生日了 2016年 福克斯新闻就曾报道 舒莉7岁之后 汤姆就没有跟女儿联系了 舒莉每年生日都会失望一次 在她12岁生日时 许下的愿望是 爸爸可以出现 这个愿望的确让人鼻酸 长期没有父亲的陪伴 对一个小女儿而言 是格外的痛苦 我们不知道 舒莉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情感折磨 2017年6月 美国的intouch周刊指出 汤姆拒绝在父亲节与舒莉见面 即便当时两人仅仅相隔23英里 就是30分钟的车程 汤姆也不愿意花费 其实从2016年起 舒莉就背着妈妈 偷偷给爸爸发信息打电话 到了2018年 汤姆终于回复了 但她并不是亲自与舒莉通话 而是透过她非常信任的第三方 前去了解女儿的状况 汤姆告诉女儿 希望舒莉能够知道 她一直在想念她 她发给她的讯息 她都有收到 然而为何一位父亲 需要通过第三方 才能与女儿对话 又为何这些年来 她都不愿意与舒莉见面呢 这我们得从汤姆与凯蒂的离婚 还有阿汤哥所信仰的宗教说起 我们都知道 汤姆是科学教的虔诚信徒 她的正式名称是 山达基 Scientology 我这边简单地科普一下 山达基认为人是不朽的精神个体 然而此个体 已经忘记她真正的本质 而山达基就是在帮助人们 恢复自身的灵性本质 他们所采取的手段 是一种被听为听息的方式 让接受听息的人 能在意识清醒的情形下 重新经历他们过去的痛苦 或受伤的事件 并借此让他们从这些事件中释放出来 简单地讲就是这样吧 似乎有点像心理资商 但其中的止去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去了解 而刚结婚的凯蒂也是嫁夫随夫 跟着汤姆信了科学教 但随着深入 她感觉到这个宗教似乎有点不对劲 在TMZ的报道中就曾描述 凯蒂曾亲眼见过 汤姆的另外两名养子 在宗教仪式中被连接到 临时搭建的测谎器上 接受诡异的审问 而这种审问 大概就是前面所说的听息了 他们的说法是 为了找到让他们精神苦恼的地方 但凯蒂并不希望书里经历这一切 更不希望书里被科学教洗脑 于是在结婚五年后 凯蒂开始密模她的离婚计划 为了不打草惊蛇 她先以躲避狗仔为由 在外面找了新房子 然后更换自己的手机号码 以及邮件地址 切断了所有朋友的联系 使用不会被追踪的手机 跟律师沟通离婚事宜 她的律师父亲也飞到她身边 帮她解雇了身边几个助手 因为这些助手 基本上是科学教的沿线 并重新找了一个团队 一切准备就绪后 凯蒂突然在三个州 找了三个律师团队 向汤姆提出离婚申请 凯蒂这种种的行径 犹如电影情节一般 她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 是因为在这几年 与汤姆的婚姻中 她已经领教到科学教的可怕之处 根据已经退教的前科学教高层说 当初汤姆和尼可基麦的婚姻中 他们身边的私人助理 就是虔诚的科学教徒 与其说是阿汤哥的助理 其实就是科学教 在他们身边安插的人员 父亲俩生活的一切 甚至连些私密的事情 都会被上报给科学教高层 想当年汤姆与尼可基麦的婚姻 也是献杀旁人 但科学教发现 汤姆在和尼可结婚后 跟科学教渐行渐远 决定要把他救回来 最终造成他们的离婚 随着自身种种的经历 也让凯蒂有一种恐慌 她担心科学教的人 甚至会绑架梳理 所以在她做足准备之前的几年 她就像个演员一样 没有透露丝毫离婚的迹象 而等到消息一出 事情似乎没有凯蒂想得那么复杂 对于这场婚姻 汤姆似乎更在乎的是自己的信仰 担心离婚官司打太久 会影响到科学教 仅仅花了十天 两人就成功协议离婚了 而最后凯蒂如她所愿 获得了疏离的抚养权 汤姆有权探视 根据协议 汤姆每个月有十天可以探视女儿 但汤姆并没有使用这个权利 反而在离婚过后 从与女儿的心隐不离 突然变得冷淡 甚至近乎无情 但汤姆并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 对任何人做过解释 但大部分的人所推测 还是与汤姆所信仰的科学教有关 离婚后 凯蒂和女儿就退出了科学教 而从科学教的教义看来 这些退教的人都是压制之人 英文是suppressive person 是科学教描述反社会人格的术语 他们鼓励信徒 要与这种人切断关系 即便是亲人也不例外 前科学教信徒表示 汤姆不见女儿的原因 可能比我们所想的更为复杂 科学教信徒们信仰重生 我在这边辩明一下 这个重生与基督教的重生完全不同 这边就不细说了 在宗教的催化下 汤姆可能会认为 舒利并不是她真正的女儿 在退教过后 她只不过是住在她女儿体内的 另一个灵魂 这些奇怪的教义 也使科学教曾被视为邪教 但在台湾是被合法认定为宗教 而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国家 仅视之为引力组织 总而言之 汤姆克罗斯在舒利七岁之后 就从此缺席了 幸好舒利一直有妈妈的保护 补回了父亲所缺少的那块 凯蒂喜欢去跳蚤市场逃复古艺术品 把家打造的温馨舒适充满色彩 舒利经常和妈妈一起出门购物 她的穿搭不再像小时候那么华丽 但笑容更加甜美 她交了很多朋友 经常可以看到她和闺蜜一起出门 凯蒂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舒利 成为一个有自己个性独立的女孩 也许是之前在科学教受到的压抑 她希望舒利可以百分之百做自己 现在的舒利是个心灵强大的女孩 她会用她全部的努力 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 她非常专注 也很能吃苦 那个小时候被爸爸捧在手心的小公主 虽然没有爸爸的陪伴 但她依然在她的人生中 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或许这样的人生对舒利来说 才是最好的选择吧 我也相信她也不曾忘记 汤姆曾对她说的话 我一直在想念你